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我没有五钱 我因为本身那个我把我的那个那个公邻都丢掉了 三十多年公邻都丢掉了 到深圳去了 你到深圳去是吧 那你现在是拿的这边退休金吗 我有退休金 但是不高的 你拿的是哪边退休金呢 我单位的 你拿的是杭州这边退休金 对杭州这里退休金 我算低的 三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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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五到三十六 三十五到三十六 对 你算多少公邻呢 公邻没有了 我把那个本身三十五年公邻都丢掉了 都丢掉了是吧 也够了 用够了 三千五吗 你一个人用不到的 你五两千我一千五 你日常生活是够了 日常生活是够了 够了 你这么说呢 平时都说我们都有钱的 本身就有钱的 年纪有急需 本来就有钱的 现在也有的钱 现在也有不光的 那你万一生个大病到医院看病怎么办 有老抱的嘛 老抱 没碰到过 不是 你这么说呢 你说要死的这种毛病 碰到人像我们这个年纪 根本有些差也都不一了 没用的 不是我说了算了 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那可以 啊 有没有什么基础病 你说一般的呢 像我们这个年纪稍微高血压了 这些都有 都有 大概 低了就不是怎么严重 那你平时吃不吃药之类的 是的 你要吃药啊 就是一百多块钱一天 一个月 一百多块钱一个月 不光的就是吃一颗两颗药 那你觉得就是平时到医院看病也花不了几个钱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一般的大病 不要我们拿出的 儿女都会拿出的 是是是 儿女也拿出 儿女也给我们拿 那你儿女挺孝顺的 谈不到需要什么 就是说 他们应该拿出的 应该 哈哈哈 我们 我不是 做的每个人做的 是是是 但是我们儿女他 他就是说 我讲我这个情况和人家讲那么 就是说 他们能拿出的 那你说高了之后 他们都能拿出的 那你有几个小孩啊 两个 你拿一女啊 你都挺孝顺的 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东西他们他们也要付责任的 那你现在是跟谁生活在一起啊 儿子 跟儿子生活在一起啊 跟儿子跟那个 女女 那个那个那个孙女儿 跟老伴 老伴就 老伴他饭不要吃了吗 他回去了吗 他回去了 听得吗 回去了是吗 到天了 哦 没有走多少年吗 八年了 八年了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人总要走的 是是是 总要走 你说爱事不要走 是是 没得反对 不是这样子 哎 那他这个毛病呢 他没得反对 那你感觉这个老伴在跟不在有好大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人有话说的 一个人没有话说的 就是有点孤独是吧 嗯 没办法的 这个东西你 抓不牢 没办法的 是没办法 没办法的 要走了是吧 你抓不牢的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你说他要去了 我都拉了 你不能去了 那你老伴走了巴黎 你现在 还 想不想他 一说没办法 想了也没办法的 你记得你还是想 还是没办法的 这个夫妻嘛 这不是一年两年了 感情还是挺深的 他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想不想他的人 但是有些东西不能说的了 你怎么说呢 我要逃老婆 不是 不是 你好多好多问题喽 啊 那你找了好吗好 找了不好的人 你都不来了 是是是是 像我们这种年纪啊 就不用抓了 不用 八岁了 八十八岁了是吧 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 是是是 年龄是有点大了 没办法的 想我问 你再照顾 估计你阿里不一定讨厌 不是 你有些东西做不好的 找我 不是 你朋友 你叔叔的 像你们造个对象 我今天好了 明天不好了 后天好了 这个无所谓的 像我们这种人 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喽 家庭问题呀 权的问题呀 老子 你还要关他的子女 哎呀 啊 你看多事情多了